HAPPY NEW YEAR 多謝你收看我們的影片 看完麻煩你 希望你可以給我們一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要按下旁邊的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下一條影片 送來了 它就可以解決平日 如果拍片或文書上不想打字 就可以靠它幫你出字幕 後面有一個USB 所以是無線的 這條只是充電線 剛才插了USB 又下載了軟件 然後按鈴鐺 記得按鈴鐺 然後按鈴鐺 按鈴鐺 按鈴鐺 就會叫你請說話 那就可以說話了 欸 哈哈 它呢 它都會叫你請說話 那你就說話了 都算是準準的 那我逆身說話試試看 2021年新年願望 希望疫情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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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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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說話那麼不正呢 等等 希望 就例年輕人有公翻 希望感言 我們先繼續遊世界 平日我上網看 我以為要按緊咪咪的說話 挺辛苦 但原來是不用的 只要按一下 它就會開始 你看它現在不斷打 因為我不斷說 按一下 關閉 就會結束 球包養 三餐一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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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餐有肉肉吃 一餐有雞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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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不懂聽說幾話 對 好 現在試試它的翻譯功能 試試粵語翻譯成為英語 已經關閉了 翻譯 測試 中文譯英文吧 麻煩你 不是叫你打出來 是叫你譯的 中文譯英文吧 原來是不行的 Casting 直接說英文就可以了 原來譯不到的 不要緊 好 咦 為什麼又可以的 不要緊 No problem 咦 剛才好像可以 又不行 還是不行 我們試一下另一個功能 就是錄音下面有一個放大鏡 據說按了放大鏡 就會直接去Google 研究了一會 原來在剛才下載的軟件裏 要更新一些設定 在它的基本設定 會有一個叫做搜尋引擎 現在內置了是8度 我用Google 按Google 另外還有Yahoo 但很特別是Yahoo JP 即是Japan 我先按Google 按完之後就可以關掉 再重複按多次 我可以按照 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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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太Load到 天文台 在那個程式上教完Google之後 我是可以搜尋到天文台會跳去那個網站的 但是呢 試完得了一兩次之後突然又不行的 不知做什麼的 那些按鈕有點壞 我覺得它的感應是否有問題 所以有時候我說它聽不到我的說話 另外它的翻譯軟件 我到今時今日都是用不到的 當然很多時候使用說明書是要看的 但是你買摸屎 很少人會想著摸屎要刨說明書 網上很多的銷售 那為什麼他們不拍多些視頻 教你如何翻譯功能 如何用Google搜尋 我是研究了一段時間 我才知道原來它的下載軟件 要轉了那個程式做Google 而不是百度 這樣我才用到那個功能 我最後現在也是用不到 我覺得他們其實可以做多一步 就是教用家 究竟怎樣去用這三個主要的功能 我覺得如果你的摸屎不是壞了 又或者好像我的摸屎已經很夠了 我是不建議你買的 雖然它的價錢不算貴 是百多元 但是我覺得是使用上 因為對它有期望 所以是用到個人很悶症的 好激氣啊 話說我不憤氣 自己上網找 究竟錄音麥克風 是怎樣用翻譯功能的呢 幸好讓我找到一個 好新的賣家拍了一條片 說原來只要按兩下的咪鈕 就會切換做翻譯功能 你下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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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班了嗎 我下班了嗎 但我原本買這隻 那隻咪鈕 試過A字頭的店 沒有說 它的視頻沒有說 原來使用說明書都有說 不過呢 要用放大鏡才看到 快速雙擊 語音輸入鍵 可再切換打字和翻譯 模式來回切換 雖然其實看完都不是最明白 不過它是有打 但不知道為什麼要很小隻字 我現在是放大了的 本身呢 是差不多了 蒙到看不到的 所以買不買 你自己想吧 我已經用得很敏忍了 拜拜